今天的ET个股推介 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招行396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说 早选选原因是5月份社会融资数据增速超预期 市场认为政策支持背景之下 预计6月份社融增速持续提升 信贷扩张有助内银股资产提升 利好内银的业绩 股份可以关注招行 因为它的资产质素较好 加上相对专注服务富裕客户的优势 相信可以比起同业更加受惠宏观环境的改善 招行刚刚获银保监批复 黄良已经获得招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市场普遍认为招行管理层变动风险消除 长期在招行任职的黄良接任行长 有助该行维持现有政策的推行 马中金就说招行发展路径清晰 财富管理业务健康增长 严控资产质素 预期招行的收入结构 和盈利将会继续改善 中金预测未来两年 招行正式差是2.3厘 比去年的2.4厘略为收窄 仍然处于同业前列的水平 不良贷款率预料维持0.9% 好过行业平均的1.8% 按彭博综合预测 招行未来三年盈利可以保持双位数增长 年复合增长率13.7% 跑赢一众大中营银行 2022年止盈率大约7.9倍 接近过去6年的平均值 五色率4.2厘 现股值是吸引 招行股价至2月份的高位快速回落 主要受到内地疫情 和封城限制经济活动 以及管理层人事变动的影响 5月份在40.6%建底反弹 三个月期间累积跌了 欠近四成 除了负面因素已经成为过去 招行预料仍来反弹 策略上可以是48元吸纳 先尝试2月以来的下降位 目前大约52.5元 中线参考大行级预计平均目标价64元 跌穿星期二低位大约45.8元 就减持了 克兰